年底到了不少人会开始想说要不要换个跑道啊 但是呢找工作考虑到的不只是薪水还有员工福利 我们独家带您前进到中国大陆深圳的华为总部 来看看他们如何宠员工 他们的员工餐厅呢有上百种的菜色 甚至连房子都帮员工盖好了 还有这一次我们更是首度拍摄到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办公区域 一贵一贵有自助餐也有面食 来自各地的家乡美食 但我们可不是来了白货美食街 而是在华为深圳总部的员工餐厅 正中午12点吃饭时间到了 竟然在总部里面其中一个员工餐厅 就有这么多的选择 不过竟然还有拉起红龙来排队 这员工餐到底吃什么呢 跟着他们一起来拍拍看 红番茄炒蛋花椰菜笋丝 另一头还有烤鸭腿还有整条炖鱼 甚至还有现煮咖喱菜色超丰富 每到从3到18元人民币不等 约新台币12到77元 挑高大厅的用餐区 有沙发也有大圆桌 但宠员工还不止这样 蛋糕豆奶草莓和橘子 你猜猜看这一盘有多少钱 原来这次员工商店通通不用钱 收鱼片寿司只要刷刷员工卡 就能带走肚子顾宝乐 连房子也要替员工盖 一栋栋欧丰建筑 其实这员工是不住在这里头的 不过员工到底住哪里呢 其实就在园区附近 华为盖了一栋栋建筑 卖给员工 每瓶约新台币11万 只有周边行情的三分之一 竹竹也有福利 一个月租金换算台币约13到6400元 要让员工安心工作 把这称为是人才房 但华为创办人认证非 自己的办公室长怎样呢 从树林当中隐隐约约看得出 在室内灯光的光芒 其实华为的创办人认证非 他平常办公的地方 就在这些建筑群里头 宁静的绿色湖面 映出建筑倒影 娇贵的黑天鹅在一旁悠游 认证非每天都会在这个湖畔散步 而他的留财招 不只发奖金 更要从小细节 拴住员工的心 东森采音新闻 刘贝锡和官员 在中国大陆深圳的 裁访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